我們現在人在台中的大理 你是不是晚上也睡不著覺 那你一定要來試這一顆石墨溪醫療級的枕頭 第一則留言有優惠價喔 我們現在人在台中的大理 大理我們算是比較少來的一個區域 它在台中市區的東南邊以下 然後我們今天來的這個地方應該算是主要幹道 在環河路這邊 小當家 大家好 大理算是一個工業城對不對 很多工業區在這裡 它很早期就是以工業起家 其實大理一直都是人口聚集蠻多的一個地方 它因為剛好就是在南區旁邊 其實這裡離南區也蠻近的 以前車站就在附近而已 所以這裡其實是跟老區也蠻混合在一起的 這裡也不像工業區 一般就是住宅區 而且這個正常的大理比較邊工業區的地方 這個線會蠻多的 電線感 蠻像東南亞的感覺 這邊沒有這邊感覺就重畫區的感覺 然後整個街廓也非常的開闊 然後也有一些公園 像那邊有公園 這裡感覺也是個公園 只是好像這邊有在做什麼公式之類的 我們今天是這邊有房子可以看是不是 沒錯今天有一間樓店要來看 樓店 就是大門的店面 就是在 這一條大明路的正常 大明路算是我們大理這邊的主要幹道之一 沒錯 你光是車流量就知道 而且路幅也非常的寬 是哪一棟 這一棟看起來像豪宅的感覺 上面看起來很高級的感覺 所以是這個社區的店面就對了 沒錯 那需要去溝通一下嗎 有已經拿到了 有啦 好那我們就走囉 他旁邊是銀行耶 沒錯 就是那個安泰銀行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全新的店面 然後 電動門直接打開 就是暗移開 也不是全新啦 這已經有十年了 這有十年了 然後前面有一個棋樓 進來以後我們看一下 大門房 旁邊是銀行耶 銀行就是說這邊有財庫銀行才會進來 銀行才會進來 然後這麼寬 幾米啊 五點六 五點六米 五六米的一個面寬 然後旁 那這邊就是感覺是一個商業區 然後又有住宅區 所以這邊要做什麼好像都可以 做餐飲業好像也可以啊 對 這個其實做銀行 銀行也可以 但是應該是小分行 小分行 那從這一個柱子往前 這一個應該就是前 就是前台的部分 前台就是大概這麼大 然後後面這邊呢 進來 大概是有一個空間 燈都已經好 所以這裡已經有租 就是有租過 給人家租過了 前台就是辦公室 辦公室的部分 會不會是銷售中心啊 有像喔 有像銷售中心喔 來來來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梯下空間呢 可以做一個儲藏室 這個 不是耶 這不是梯下空間耶 它就是多隔出來的一個 這個可以拆掉 所以其實它應該是到這個地方 前面是這樣 這二樓 它有一個二樓啦 然後廁所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廁所 沒辦法淋浴 就是一個半套的 因為這都是商業空間 只有半套的部分 這裡還有一個排水管 這其實就是 洗衣機的是嗎 後面是廚房 有一些管線已經都做了 後面還有喔 後面是社區裡面 可以進到社區裡面喔 這社區的中庭 公社的部分 然後旁邊也有一條 走到 所以應該是說 假設我們前面租給人家 然後這邊就可以封起來 封起來以後 你就可以從這邊進出到二樓 二樓可以當住家使用 那廚房可以你自己用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到上面去看一下 好 二樓上來以後呢 這個就是 它是一個挑高的 就是挑高的格局啦 那你要怎麼去利用 自己可以去想像一下 這邊就是可以做一間房間 從這邊隔起來 變成一間標準的房間 但是二樓沒有 沒有廁所喔 喔 陽台太大了吧 這陽台很大 工作陽台 對啊 工作陽台 但二樓沒有廁所 這就沒辦法住啊 可能可以當成 嗯 煮飯的地方 煮飯的地方 那上面呢 喔 上來了 上來了以後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空間 所以其實這邊才是真正可以住的地方耶 喔 兩間 那甚至可能可以再弄一個客廳 那邊有一個房間啊 所以這邊可以隔個三房啊 這邊再隔兩間 兩房一廳 然後再一個客廳 在一個 裡面一個房間 這裡也有一間廁所 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是他的廁所 衛浴 三建築的 乾濕分離 喔 這一間有陽台耶 喔 後面那裡可能就是做廚房 下面那一種 喔 下面做廚房 然後上面是有客廳 餐廳 喔 客廳的部分 然後 三樓就是 目前是一個開放型的格局 這邊是開放型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 你可以自己規劃看 你要怎麼怎麼怎麼弄 這樣 我覺得至少可以弄個兩間啊 兩間房間 再加一個 所以這個還不錯 一樓租給人家當店面 然後我們從後面進出 後面進出以後 你到二樓可以當廚房 然後三樓的部分就是住宅 對 但是就一個缺點 這只有一間廁所 但是這是看你 如果說覺得 就是連他的店面 都是要自己用的話 那當然沒問題 那如果你要出租 那你可以再重新再規劃一下 看可以怎麼規劃 看一下這個比較沒有 這樣就比較沒有 沒有歸音 好 這樣子 好 看出去就是這樣 旁邊就安排銀行有沒有 那就合景 那不是合耶 那是公園對不對 感覺是公園 好 沒關係 江家 這個區算是我們大理這邊比較精華的地段 沒錯 感覺還不錯 很接近南區 很接近南區 就是文教區 老區 對 而且南區近幾年來發展 發展不錯 對 OK 那就是地理位置大概是這樣 那它的坪數是幾個 這個土地坪數還算高 是16.28坪左右 這個16坪喔 對 佔比的土地 那建物坪數大概接近100坪 99.74 這個100坪喔 對 真的假的 2樓跟1樓 店面 喔 加起來100坪 是 OK 那這樣子這個 大概有多少錢 這個大概還有兩個平面車位 還有兩個平面車位 所以 車位扣掉 車位扣掉的話大概是在 80坪左右 80坪 80坪 然後含一個店面喔 這樣子屋主開價多少錢 將近5000萬 沒錯 沒錯 也算是 比較高資產族的一個配置 因為這種 通常都是在做店面 因為店面 你也知道 有100坪 價格差很多 這個地方是有100坪 位置 車流量都算多 所以這個區域 如果有喜歡的話 我們來 先看看這個 裡面的格局 價格我們好看 好 那我們今天感謝 小當家的一個分享喔 如果說對這個房子 因為它這個是屬於 特殊的戶型 大樓裡面特殊戶型 那有一些人 他可能有特殊 他自己的規劃 那你自己可以思考一下 你要出租給人家 然後二樓三樓 當自己用 或者是你需要一個辦公室 比較大坪數 總共100坪的這個辦公室 他是含車位100坪 大概80坪左右的一個辦公室 也可以問一下小當家 直接到現場來看 這個區域或地理位置 適不適合你 所以如果說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歡迎跟小當家聯絡 右下方有帶來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想要分享買房心得 或者是裝潢心得 歡迎跟我們聯絡 第一則留言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要脫壽 也歡迎找小當家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欸我的車在這裡 我居然在台北市擁有兩個停車場 而且是月租的 但是我只需要付一個停車場的費用 像這裡是台北光華商場三創園區 一個月的租金大概五六千塊 但是我用四千八擁有五個停車場 想要了解如何便宜租到跨區停車 請參考第一則留言 名額有限 預購重述喔